我们这次遇到泰国大使 天天在一块 泰国是佛教国家 泰国可以搞一个宗教大学 联合国搞全世界 每一个地方可以搞国家 这个好 所有自己国家 所有宗教徒 等于说一个训练中心 都是从这儿毕业出来的 基本的理念都相同 这个才能真正达到团级 才能达到互相尊重 互相礼尽 互足互足 下面是网络同学的提问 如果说世间的一切都是幻象 都是不实 那么佛菩萨又为什么要到苏婆 来救度我们这些本来不实的众生 没错 没错 你这个问题 这个金刚经上有答复 多多地念念的 你就明白了 金刚经上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否定 他没有度众生 受众生的度 天天度众生 并没有真正众生的度 这个理很深 似也很复杂 你可以慢慢地去思维 去想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想通了 你的境界就会向上提升大幅度 第二个问题 真心切愿地求生西方 一不无量受金都嫌夹杂 最后是不是连这句佛号也是多远的 这句佛号要到极乐世界 你才真正能求 不到极乐世界 这句佛号要放下了 那你就永远搞瘤到了鬼 这个道理要懂 经典作用在哪里呢 作用在破米开悟 我们今天念对佛号 我们的信心不肯起 还有疑惑 所以经典是帮助我们断移身心 如果你有真心切愿 那就可以不要紧点 一句佛号就成功 如果你还有怀疑 你一定要多紧 那我要问你要不要多紧 你肯定要多紧 为什么呢 因为你提出问题来问我 我就知道你信心 信愿不肯谢 所以你一定要多紧 你不多紧 你那句佛号念不好 真正这句佛号念好了 你不会到这来提问题了 第三个问题的居士 怎么做三十七年法师 才算如法 书文上说的要法主 侯上写净空法师行吗 确实现在地区有不少 这个做三十七年 这个法主都是写了我的名字 换句话都上在我这个帐上 那么一定要做得如理如法 不如法不行 要做得如法 用真诚心去做 就会有感应 这个前面有人问过 如果实在没有法师的话 一个人在家里 播放这个录像带的话 也行 跟着录像带一起做 那么做这个呢 当然都是超度 家庆眷属 一定是有这些事情 否则的话 你不会用这种方法 但是只要真诚会有效 如果这个地方 有法师 有大德 一定离情 在这个四月安堂里面做 那是最无法的 不但度自己家庆眷属 也度很多 无限的众生 下面一个问题 也就是我是一名在校学生 几个月前学习强流老居士推荐的呼吸念佛 觉得有一定收效 但不少人认为这个方法有问题 说呼吸念佛了 培养的是摩纳时念佛 并不是出于置信 虽然摩纳时念佛了 心中环视妄念纷飞 其不到效果 请问呼吸念佛这个方法 能不能用 念佛时妄念不断 是否妨碍效果 这个念佛时妄念不断 初学的人都有这个现象 不可能一学的时候 你妄念就没有了 就不可能 你看祖师大德还告诉我们 真正在从前这个寺院里面修行 净土寺院里面修行 念三念佛 你像这个阴光大师林彦山的道场 这是在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禁宗道场 念三念 他说一支香还会起三五个妄念 那一支香是多少时间呢 我们寺院里面烧的香 有长香 有一般的香 长香是一个半小时 一般的香是一个小时 那换句话说 就算长香吧 一个半小时 还有三五个妄念 功夫不错了 哪有的时候 一念的时候 开始念的时候 妄念就没有了 不可能的事情 怎么样对付妄念呢 妄念起来不要去理会它 你去理会它 妄念不就又多了个妄念 那这增长妄念嘛 根本不去管它 把整个精神集中在佛号上 这样子妄念慢慢就少了 念到真正一个妄念不生 二三十年的功夫 未必都能做得到 所以 要的是功夫神 不能着急 这个事情急不得的 妄念是我们也养成习惯了 无事接来养成习惯 它自然就生起来 你压得压不住 所以一定要知道 长时间的养修 慢慢地减少 这就好了 如果你能够减点 我今年的妄念比去年少 这就有进步了 如果想到 今年跟去年差不多 甚至今年妄念比去年很多 那你就不行 你就退步了 你要这样去想就对了 至于用什么方法 也不一定 过人更新 不想懂 呼吸念佛 念佛呢 也不是强流居士发明的 自古以来就有 那 对 对 对